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多用一点心 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方便 然后顺手就多拿了一个塑胶袋 顺手就多了一个包装 那如果能够多用点心 不要怕麻烦 那我们就可以节省掉很多资源的浪费 就会很痛所以就觉得说不想杀他 后来越参加持续越发现原来吃素也是防暴 就是如果你养一头牛会等于可以养好几头的人 所以现在还有很多地方都是没有粮食可以吃饭的 那这样也是在救地球也可以减缓温室效果 我还有跟我们这一组一起做了用报纸做成的代理 他虽然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小小的一个教学活动 可是他却可以带给你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也会比较多烦恼的那一个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一方面会真的比较困难 可能平常也只能做到物质上面 我觉得在心灵层面上面可能就需要一些原封或是一些契机 这样去熟练才可以真的达到心灵层面 保安保这个部分 现在很多资源啊 可是就变成资源太多 然后就变成人都不珍惜 然后造成浪费 所以最后来讲 有自己在做的环保就是你要自己带来环保块啊 然后有时候看到灯没关会关一下 公众区域的部分 对啊 然后自己也只要会去随手关键 或是不用的灯就把它关键 感谢观看 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